每天和你相约在这里一起分享大家的故事和情感一层 爱情是婚姻的基础 年轻人会为爱疯狂 但是到了要谈婚论嫁的时候 他们反而又迟疑了 因为恋爱和婚姻完全是两回事 恋爱的时候 你可以拥有更多独立私人的空间 但是到了婚姻里 有太多太多需要共享的东西了 刚刚结婚的时候 年轻的男女还会对于婚姻抱有各种幸福的幻想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慢慢的会给自己留退路 在婚姻中 如果夫妻之间不能够共享以下三件事情的话 那表面上就算是相敬如宾 其实啊 他们早已经是貌合神离了 第一个就是手机密码 与其说它是一个密码 还不如说 这就是通满一个人内心最真实的一把钥匙 因为在手机里面会藏有很多不可见人的东西 但是伴侣不是别人 它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如果夫妻之间连手机密码都没有办法共享的话 那说明这段感情至少还有一道坎 是两个人没有一起跨过去的 所以啊 这种婚姻就算表面上再恩爱 那也只不过是自欺其人罢了 第二个 所有的财富 婚姻中的每一项开销都会涉及到共同财物的分配 有些人一面对这个问题 就变得物质现实 甚至他们还会开玩笑说 你可以欺骗我的感情 但是你不能够欺骗我钱财 这就是说成人的世界并不容易 其实呢 婚姻它不同于别的 婚姻生活需要有大当 需要有责任 更多的是需要去共享财物 如果说夫妻之间做不到共享财物的话 那感情就算是再甜蜜也只不过是掩耳盗铃罢了 第三个 所有的亲戚朋友和忍耐关系 婚姻并不是简单的两个人的事 而是两大家庭的事 一段感情如果能够得到所有亲朋好友的认可和祝福 才算是完美的 其实在融入对方的生活圈子的同时啊 不仅仅是有利于感情的升温 更有利于开阔视野开阔自己的见识啊 所以夫妻之间啊 共享了以上的三件东西以后 感情才能够更加的幸福甜蜜 相反的 夫妻之间如果不能够共享这三样东西的话 那就是婚姻里的卧底 跟合住的室友并没有多大的区别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喜欢这段视频 欢迎大家关注小罗 下次再见